第二章第六个小节 我们介绍所谓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这个我们叫一致性方程式 它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 前面已经告诉我们的 yij 我们就只谈grain strength 应变 它是function of U1 U2 U3 它是function of U1 U2 U3 所以这代表了什么意思 如果我给你一组位移 你很容易把六个应变 我们现在只假设六个 因为应变我们知道是对称的 我们如果给你一个位移场 我们马上可以把应变算出来 不管是大应变小应变 可是我现在问题是 反过来讲 如果我给你一个应变场 要求位移呢 那会变成怎么样 如果我给你 这个有六个应变 它都是function of U1 U2 U3 如果我知道U1 U2 U3 很容易找出这六个 我现在反过来讲 如果我知道这六个值 我知道某一点 它的应变是这个 那倒过来讲 它的 就是我知道应变场 就这些都是function of U1 U2 U3 我要你求这个是多少 那你们看出问题没有 这代表什么呢 我有六个方程式 我却要解三个位移数 很明显方程式偏多 因此这表示什么呢 这六个应变场 中间绝对有一些关系存在 他才能够说 从这六个应变场 解出三个独立的位移场 你不能 如果一般来讲 我从这三个方程式 可能得到一个答案 这三个方又得到一个答案 变成是一个应变场 对于好几组不同的位移场 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等于是说 理论上来讲 如果这六个应变场 是合理的话 我任何三个解出来的位移 答案都应该要一样 因此很明显 这六个应变场 我讲的是 这六个应变都是 这六个应变场之间 一定有一个关系存在 使得保证 我所解出来的位移场 永远是一样的 那这个关系 我们就叫做 String Compatibility Equation 所谓的应变 一致性方程式 Compatibility 我们把它叫做一致性 好 那我们先看 简单的 假设我们考虑的是 微小应变 1等于2分之1 UI,J1,UJ,I 针对这个应变来讲 它的六个分量 六个应变分量 要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才能保证 你们看 这是简单的 我飞线一趟去掉了 才能保证 我解出来的位移场 是唯一 证明我们不证了 这是答案 它的六个应变分量 要满足 最下面的这个关系式 我跟你讲 我先大概说明一下 这个证明的方法 它证明方法 我们就是当作解 片位方 我要解这个方程式 然后解了过程里面 我们要保证 这个位移场的答案 是唯一 然后就会导出 这个条件 这个下面你们仔细看 我有四个不同的下标 所以这一个 代表了81个方程式 很可怕 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把这 每一个下标都展开来 81个方程式 写出来 有非常多的方程式 都是零等于零 因为它会互相相减减掉 有的方程式 比如说你假设 这个I接LM都等于一 这个方程式就是都等于零 就是零等于零 零等于零 类似这个样子 我们把零等于都去掉 那有的方法会相等 最后的结论 刚刚的81个 可以简化成这六个 不同的方程式 这个是直角坐标的 这个就是直角坐标 应变的concognitability equation 也就是说我随便 给你一个应变场 它一定要满足 这个六个方程式 这个应变场 才是合理的 从这个应变场 解出来位移场 才会唯一 如果我给你一组应变场 根本不满足这个方程式 这个应变场 一定是错的 或者我们这样子说 我不要随便写 我说假设Y11 等于是AX1的三次方 Y22等于平上X2 加上CX3的四次方 然后Y23等于 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子 随便写一写 我说假设这是一个问题的应变场 理解位移 如果我写出来的这些结果 不能满足这个concognitability equation 我觉得解不出来单独的位移 你连解都不要解 那这个方程式主要目的在哪里 那就是说我们讲过 因为我们最后 从第五章以后 你们就会知道 我们解弹性力学问题 就是15个PDE 解15个位置数 拿15个位置数 3个位移 6个应力 6个应变 15组PDE 解15组位置数 这通常不太容易直接解 所以我们在解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方法 叫做Semi-Inverse 所谓的Semi-Inverse 是什么 假定来讲 我可能会先看题目 我们后面会有这种例子 我可能会先看这个题目 先假设我的应变场 可能是这种形式 这个等候后面 不是我随便猜的 我是有原因判断的 那我等应变已经知道 我再把它 让这些强迫它 去满足我的government equation 跟边界条件 我可以解除ABCD 那我答案就出来了 这就叫Semi-Inverse 但是我们讲的 如果你假设的是应变场 你一定要先决定 你的应变场至少 不管你怎么假设 一定要满足这个 不满足这个 你根本不要做下去 一定是错的 那如果你假设的是位移场 你们记得 你假位移场 就要满足我们第二章 一开始讲的 JACOBI要大一零 所以这个是位移场的 门槛条件 这个是应变场的 门槛条件 推导不重要 可你们要知道 它为什么来的 以及它主要功用在哪里 这就告诉你 这六个应变 任何一定有这个关系 这是直角坐标 那这是直角坐标 那它的张量其实就这个 但这很啰嗦 但我们给各位看个更复杂的 我们刚刚讲的是微小应变 那我们问那真正的Greenstrand 它的Compatibility Compatibility的 那个以规矩的形式是什么 我们这本有本参考书 很老 它这本告诉你 Greenstrand跟Coset-Strand 还记得Coset-Strand跟Greenstrand 是插一个德塔IJ 它有这本书你们可以查到 大应变 这就指的是大应变 的Compatibility以规矩 那我们最后一页举例 这个是Coset-Strand 的Compatibility以规矩 它也是六个 OK 分别就是 每一个的这个R要等于零 但是这个R呢 我们这会儿讲 IJM等于这一堆 而这个大括号呢 我们叫Kris-R·辛勃 这是它的定义 你把这个带进这个 这个再带进这个 就可以得到它的 Compatibility以规矩 非常可怕 所以大应变的Compatibility 这个我们指的是Coset-Strand 还有Greenstrand是类似的 这个你们不要记 意义不大 等到你真正有做事 用到的时候再去翻书 我们这边写在那边 只能给各位做个参考 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们前面 只解小应变 你们看 把这个方程式 跟这个来比 这个简单太多了 这个简单太多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Strand-Compatibility equation 我再讲一讲 这六个不要记得 但你们至少要知道 有这六个方程式 而且这是直角坐标 圆柱坐标跟球面坐标 要用后面这个 那个更可怕 先不要管它 这个是直角坐标的 但你必须要知道 有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应变之间的 互相的关系 OK 这结束我们这 第六个section 还没关系 请 我们下载